好 那刚刚先天气了 说到冷气团发位啊 今天好冻哦 北台湾会出现断崖式的降温 气温是纵降14度 低温有机会下探10度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低温及时的温度 这波冷空气长度是直逼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啊 所以今天清晨呢 降温非常有感 我们看到这低温不断往下 像在现在最新的一个温度 新北市呢 富贵岛只有12点9度 那么桃园也只有14.8度 而且重点是今天晚间 越晚越会越冷 我们看到的是呢 其实啊 在这个温度的变化 昨天白天你看到这个高温哦 包括是在这个全台的高温都还站在这边 所以呢 因为是位在这个风前的暖去 所以天气很温暖 高温普遍来到26到30度 可是你看到在今天15号 15整个温度往下 而且红色这条线哦 这是在北部的部分 尤其明显啊 这个气温可以说是断崖式的下降 那么在今天封面通过冷气团就要开始发位 各地的气温呢 都会这样子直线的往下 好 我们再看到市中央气象局 其实针对北北基桃竹苗 你看到在橘色黄色这边都发布了低温特报 包括是呢 这个金门连江等总共八个线市哦 这个有可能呢 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发生几率 其中连江线甚至呢 下探到6度的低温哦 好 我们再来看到水气方面 好 天气呢 是降温的 那么水气其实还是有一些主要 你看到在蓝色色块 都集中在北台湾 好 在今天哦 其实呢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临行的降雨 那桃园100还有东北部呢 这边的降雨的几率都是比较高一些 雨区范围比较广 尤其呢 这种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 雨势会比较持续比较长一些 至于中南部地区的水气相对少一点点 好 不过我们要看到是这波冷气团最低温度 时间点落在什么时间呢 好 是落在这个明后天的清晨 北部 东北部大约是落在大概11到12度左右 而中南部13 14 东部的地方呢 比较高一点点14到16 第一次我们看到是周三周四这边哦 哎 这个气温呢 往上爬是因为呢 冷气团来减弱了 可是呢 小年夜到年初二 这过年天气啊 大家很关心啊 东北季风来增强 所以呢 北部东半部又会转为湿凉了 所以呢 在年假的前半部分呢 看起来这个气温 还有这个温度呢 天气上面有一些不稳定 那么北部东半部湿凉 其他地区多运到晴 早晚都是比较偏凉 所以要提醒大家呢 多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